來 最後一位分享者是我們這個遠陽 我們剛遠陽剛才有提到的 他就是在這個電影業 然後做這個翻譯的一個詐盆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說 欸 很酷 就是假如是我的話 我當我看一個東西就重複了 我看重複了 我可能會開始對這些東西 可能感到厭倦的 甚至會開始感覺到疲乏 可是他在 他相當研究於在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我們來聽聽看 然後他就分享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好 大家好 那我是遠陽 那我是一個譯者 那今天呢 我到這邊還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譯者出任務 那我的工作室呢 是叫做Hermes Translation Studio 信實譯站 那目前呢 我是擔任站長 那今天先跟大家談到的是 五分鐘就創業前的那五年 那剛剛有跟大家提到說 其實我是參加一個 市政府的青創計畫 所以我才會進入在好範圍 那這個計畫其實叫 在中區創業前的一百天 那其實我們這個工作室 也有自己的一個故事 就是 其實我們決定創業 使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大家看到了這個照片 Wackle House的一個照片 其實就是我在旅行過程中 隨手拍下的一張照片 但它現在是我們官網的背景 這樣子 所以其實呢 這個我們做決定的過程 是非常快的 就是好 創業 那就馬上就做網站 然後成名粉專 然後再來 怎麼去開發新的業務 那原本已經有的人脈 原本已經接過的case 怎麼樣不要讓它流失掉 等等的 那其實在這個五分鐘的決定之內 它其實牽涉到的是 過去我們五年 在各種營展 或者各種專案裡面做兼職 或者是一個小手的黨中 這些經驗累積起來的 好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是三個研究所的同學 一起成立的 那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一群熟悉 營展文化工業的 譯者 譯者群 那我們呢 現在是專攻 人文社會相關領域的中英翻譯 那目前的業務有擴及 我們原本的本行翻譯 然後也有報展 然後還有策展的過程 那雖然我們的頭寫是贏者 但是其實我們 並不是全然都只是在做翻譯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呢 除了翻譯之外 其實也有做編輯 那也有在幫影片寫片界 就是文案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也有 再接一些小型的企劃 還有專案 那再來呢 是活動講座之外 我們也有 一個業務是國際營戰的報展 那麼 那麼 除了我們本行的翻譯之外呢 其實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嘗試 就是說我們 除了翻譯台灣各大影展的 外國片的中文字幕之外 那我們也幫台灣 我們本土的導演 幫這些國片的導演 翻譯英文字幕 那包括他們的自傳 他們的語力 然後這個影片的介紹 那還有他們拍片的動機 導演的 導演的話 等等這些部分 那麼為他們來設計 自己的量身打造的影展的清單 那從這個清單裡面 他們會知道說 我的影片符合什麼 符合什麼樣的特質 那我 我個人的 可以發展的路線是什麼 比如說我專攻表片 好那我就幫你報 報克蘭文貝宏 那當然我習慣拍攝紀錄片 好那我們就讓你去參加山形 等等的這些 所以目前跟我們合作的導演 那其實已經分別有在像是英國 南吉利亞 日本 那還有美國 巴西這些等等幾個國家 已經有獲獎跟參展了 那麼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是迎戰的策展 因為過去我們譯者的角色 其實是比較被動的 就是說 這些影展他把片子選好之後 他再把片子給你翻 所以其實我們是比較後端的工作者 在這個產業鏈裡面 我們是等於是最後的產出 這一部影片從選片到節目的規劃 然後再到我們把中文字幕翻譯出來 然後到戲份裡面播放 但是呢我們在去年就決定 好那我們就試著掌握這個程度 所以我們就申請政府的經費 那辦了一個小小的影展 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影展 因為經費也是非常的有限 那但是我們就從選片 到節目的規劃 那甚至我們也辦了一個比賽 那其實現在網路很發達 那你請這個導演來報名 其實不是難事 但是因為當時我們第一次辦 所以就有點緊張 到底會有多少人來報名一個 就是沒聽過的影展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平台都切好 然後針件條件是什麼 然後規則是什麼 那我們針什麼樣的片 結果有1500件報名 就是著實的嚇了我們一大跳 所以我們就把電風扇打開這樣 沒有了 就是我們還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請了這些電影的從業人員 那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們就成立一個評審團 然後把這些競賽的影片選出來 那等於就是自己的影展自己翻 那翻完之後呢 我們就OK 那就自己選片 自己規劃單元自己放這樣子 那其實呢 我們那時候申請這個 市政府的青創計畫 其實是想要在台中這邊 推動一個影像的一個計畫 那目前是還在進行中 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是外文系畢業的 那我在朝大完成我的學業之後 我就到各個影展裡面去打工了 那其實呢 最開始我的構造很簡單 我如果幫這些影展翻字幕 我就不用花錢看電影了 因為他自己要雙手奉上把片子拿來給你 然後你就把它看完 把工作完成 那基本上他們就會去安排後續的放任的動作 所以呢其實我主要的背景是翻譯像 像美國作家的紀錄片 像Alice Walker Sondheim 這些比較有名的作家的紀錄片 那也有像這個刺青大師Ed Hardy 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所以這個是我的背景 那在過去呢 在過去這個思想家 他可能會把翻譯當成是一個 一個文化的交流的動作 那但是對我們而言 因為事實上呢 像我們這樣的文化工作者 有時候會不小心就自我感覺過於良好 就覺得 我們在做這麼重要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不支持我呢 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簡單介紹 我出過的兩個任務 第一個是五星的片商翻譯案 這聽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心酸 你做了一個翻譯是沒有錢 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幫女性影展翻譯了一部紀錄片之後 那我覺得說不要浪費 我這個工作的經驗 那麼我就把這個紀錄片去做一個深入的研究 去探討這個導演的背景 然後他的理論等等的 那寫了一篇影評投稿到期刊上面 那後來就上了 上了之後這個編輯就提醒我說 好OK那你這個包括劇照的部分這個版權 要請你去跟片商做接洽 那他們說OK之後 那我們就會把你的影評刊登在這個刊物上面 好那我想說 OK好這應該很簡單吧 我們是藝者啊 我們自己是翻譯字幕的人 而且又幫他推廣這麼棒的作品 他應該不會說不好吧 所以我就非常天真的 就找到這個片商的聯合方式 然後就寫信給他 跟他說 我是這個紀錄片的遺者 然後我現在呢 幫貴公司的影片 出品的影片 寫了一部遺品 那現在希望你們可以授權我這個劇照的版權 還有這個 裡面一些這個對白的引用的這個版權這樣 結果沒想到 天翻地覆的困難就來了 因為這個片其實 他們拍電影也是要賺錢的 那所以他其實是要確認 你現在對我們做的事情會不會造成損害 包括對導演 包括對他們後續影片的發行 會不會造成損害 所以他第一個就問我一個問題 你手上有中文字幕嗎 因為當初呢 他們跟影展先合約的時候 其實是有說這個字幕呢 只能在影展裡面做使用 但是現在被我變成拿來寫文章了 所以就天啊 這個又要重新溝通 那最後呢 他們是要求我把整篇影評翻譯成英文 讓他們看了引用的程度有多少 再來跟我談版權的問題 但後來我還是順利拿到了 因為其實這張當中 並沒有太複雜的目的 因為其實我只是寫了一篇文章 那再來呢 現在我手邊也是有小說的合約 那當初在接第一本的時候 這個case是怎麼來的呢 結果有一天我收到一封E-mail 就是朋友的朋友是編輯 然後他寫信來問我說 又一邊接一本小說的翻譯 那你當然會很好奇啊 有工作上門了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找上我呢 然後我就一邊就是 有點像打聽說 那是覺得我適合這個工作嗎 還是說這裡面小說有什麼特別的 是需要我這個背景的人來做嗎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有在follow你的臉書 我覺得你的內心戲還滿多的 我覺得你是個小劇場很多的人 剛好符合這個作家的書寫的條件 我想喔原來是這樣 那我還滿信心我平常 有在經營個人的臉書這樣 其實後來我開始做這個翻譯工作之後 也發現說 因為他這部小說其實是在講一個作家的故事 所以他裡面其實影射到很多的文學作品 那對我受英美文學訓練的人來說 其實是也許是比較容易上手的 那這個小說現在也有在好辦這邊 所以等一下演講結束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來翻翻我辦的小說 他叫紐約文經紀念 好 那最後呢 就是跟在場大家如果有想要當議者的 跟大家分享三個關鍵字 其實也是剛剛已經有跟大家先提過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對翻譯有興趣的話 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做 不管是正式的也好 或者是只是小小的case也好 你一定要去嘗試 然後如果你下網自由業 不用被公司綁住了 那你的確是可以嘗試這一塊的經營 因為其實它非常自由 那再來就是旅行 你到一個異文化去接觸不同的東西 一定都會有所收穫 那這些都會成為你從事翻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窃賞 謝謝 來 rever渡